現場各位的老師 大家好 我是台南二中的江一維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叫他的名稱其實是用Synlink 這個科技工具 討論木藏商到1.6米寬隆梯中 他可能會涵蓋一些 五金的社會標籤 那我今天報告的目次 大概可以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兩個文本的選擇 所謂的這兩個文本有什麼樣的共性 讓我們在教學上做一個雙文本的對讀 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我的教學策略的運用 是使用了5WEH的提問法 以及聚焦在空間書寫下的社會標籤 第三個是給學生的成果實踐 是挑選了Synlink這個比較新 但是其實是Google最近蠻推的一個科技工具 希望能夠做到空間的在線 最後是我的教學請思 那一開始在討論就是關於文本的選擇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討論雙文本閱讀 其實是在教學上是需要找到他們的共性的 這樣子的對讀才會呈現1加1大於2的效果 那既然文本有什麼樣的共性呢 第一個其實我從題目來看非常的有趣 這兩個文本的題目都有涵蓋的空間 而且都是它的重點 比如說墨上方還是桑林這個空間發生的事情 以及1.6米塊的樓梯 用樓梯來比喻階級的不平等 我這樣的一個狀況 第二個部分的話他們的書寫視角都是女性 一個是羅夫 一個呢是一群女性移工 其實民族我們根本就叫不完 大概30幾個女性移工 好 第三個呢他們面對的比較像困境的 莫桑桑的話呢 呈現的是古代女子在男之女背的情況下 有所謂的性別權利不對的一個結構 那一點多米塊的樓梯啊 是講的是現代的移工 那他也是女性移工 他當然面對同樣的性別上的問題 就是可能男性的部族會覺得女性的移工呢 如果下班之後去約會 就是愛玩然後不認真工作 以及呢他還有經濟上的壓力 甚至是種族上的不平等 好那最後的話呢 其實兩個這個作品喔 他們的主人公呢 都有試著提出一些反抗跟勇氣喔 比如說羅夫的話呢 他就是毅然決然的拒絕了太守嘛 那我們說呢 他其實是有一定的智慧跟勇氣 不過有趣的是他拒絕太守的方式 是搬出了另一個身份可能更好的男性喔 來作為讓太守退戶的一個原因之一喔 那至於呢 1.6米塊的樓梯 羅斯他們呢 他們選擇的保護自己的方法是 偷偷的蒐集這個雇主的這個尾把的證據 然後交給勞基法去做一個勞動調查 就是使用法律的方式 所以我們還是看見了時代的不同喔 所以這兩個文本他有共性 那他也有一些可以互補討論的地方 因為一個是古代 漢代一個是現代 然後呢 一個體力是浮屍是比較短的 那一個呢比較長 所以讓學生在雙門的對讀上會有一些有趣的效果 所以呢 我就選了這兩個文本喔 希望他們能夠在對讀的課程裡面 製造一個更生化思辨的效果喔 好 那我的課程教學目標呢 大家第一個是配合功課文章 那我們希望能夠融合資訊科技 所以等一下我會報告 我會使用Synlink這一個科技工具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是他裡面涉及到蠻多人生課題跟族群議題的 包含性別 包含經濟等等喔 那還有呢 他其實是有國際觀的跟公民參與的部分 因為移工其實是一個還蠻實事的議題喔 然後再加上性別議題這幾年喔 我們是非常重視的喔 所以這些議題的學生來說呢 其實會有一定的這個重視的效果喔 好 那現在我們有談到議題喔 所以呢 我的議題融入的策略呢 其實用的是國教樂 他在議題融入手策裡面 有提到他覺得 各科在做議題融入的時候 需要遵守五個關鍵的東西 叫做五性喔 那我就一樣分成三個脈絡 第一個是從文本的對讀 然後共創的主題跟多元的國際觀點來看 來看這五性 第一個當然就是這兩個文本 他是有不同時空的 所以他就會有所謂的時代性 那在不同的時空中 又有同樣的共性脈絡 所以他就會有脈絡性 好然後呢 這兩個文本又涉及到了不同的議題 而且這些議題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就會有討論性 那當然呢 剛剛講到他有涉及到移工啊 性別的議題 他就會有跨域性的部分 這就是國際日文強調的 議題融入的五個大重點喔 好那所以呢 我這次的課程設計呢 希望做到的期待是透過閱讀 讓學生有不同的視野 這個視野是有國際觀的 但也可以追溯到這些漢代的狀況喔 另外呢有一些跨域的想法 那最重要的是去思辨生活中 可能大家都習以為常的標籤喔 然後最後是讓學生能夠連結到生活 也就是實事的部分 去進行反思跟學習的牽誘 那就是呼應到我們的課綱精神嘛 就是希望學生透過我們國文科學習呢 能夠擁有對於未來跟生活的知識能力 跟態度的部分 這是我的期待 那接下來我們就稍微來談一下 我怎麼去運用教學策略的部分 好那五大語業區我想 聖強老師都很熟悉 我就不贅述了 他就是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跟 how 這種教學策略的一個使用喔 那其中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是我把它做了一個兩個扇形的對比喔 就是因為他們兩個在這五個六個東西的元素底下去做對比的部分 其實是有一些效果存在喔 比如說像是護來說的話呢 諾桑桑的話 然後他的人就是羅夫剛才有講 女性的視角 而這個一點都沒寬的這個樓梯 他的主角是女性移工 然後我後面放了一個等 就是羅斯愛妮瑪利安等 因為呢我們在課文中發現有三十幾個人 可是呢連作者顧玉玲都沒有把名字呢寫得完全寫出來 就好像我們古代在對女性的描述是無名適當的感受 所以在戶裡面其實就有一些東西可以去做思考喔 好第二個是wen 那wen的話呢就是 莫桑桑的時間是在漢代 那一點都米花樓梯是在現在 那顧玉玲就發表在2016年 所以有些議題好像從古到吉林 都還是持續在我們的生活中 也不同的形態轉換 但還是存在著喔 好那第三個的話是way 就是我剛剛講我覺得這兩個文文 一開始的吸引我把它放在一起的地方 是題目的空間性這件事情喔 好那這邊其實對學生來說 基本上是擷取訊息應該都要說還蠻容易的 那接下來可能就比較難一點就要做一下推論喔 那以華可來說的話呢 莫桑桑的話就是發生了 那個太守想要這個調戲這個羅布的事情嘛 那一眼都米花樓梯呢 其實就是資方用不合理的態度去 苛刻這些來台工作的女性移工喔 好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喔 那莫桑桑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在古代的風景社會下 男尊女卑這樣的一個性別刻板標籤是非常深化人心的 那至於移工會刻刻的事情 其實整個社會我們對於經濟的 我們自己認為的經濟強勢 然後對於種族的某一些不尊重 或者是性別的想法 一樣產生在這個文本會產生的原因喔 好那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古今怎麼去做一個變化喔 就是怎麼應對 古代的女主人就是這個 羅夫他能夠做的方法就是 拒絕這個已經很有勇氣了 但是還是得搬出一個身分更高的男性 來壓制這個太守 那至於呢 一點都米花樓梯他們是選擇用法律的方式 也看這個現在是為了某一種改變跟進步啊 用法律的方式申請勞動檢查 但這個反響力有沒有辦法真正保護到 呃 義工們呢 這是我本中文可以在做後面的思考的喔 好 所以這邊是我覺得推論理解的部分 那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係喔 所以我今天比較聚焦在我覺得 這一個 呃 圖片裡面我覺得最重要的兩個部分 一個的話呢 就是空間 因為整個從題目開始 空間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另外一個的話呢 則是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所看見的社會的刻板表現是什麼 好 好 那所以我們就先談空間喔 好 那基本上呢 我把空間呢 空間書寫用這個圖來呈現喔 那我想要用這個圖來呈現 其實是因為我們在談空間的時候 它不是只有具象的空間 還有人心裡面的 所謂的心而上的空間喔 所以我把它分成兩個層次來看 具象的空間其實就常常影響到心而上的空間喔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具象的空間 就是小空間 一般大家都看得到的空間 我們看一下探手 在文本中出現的空間喔 他是從南來然後七正吧 所以可以看見他可以自由的分子 然後他感覺非常地寬闊 那至於1.6米塊的樓梯 他的部主呢 就是有一個高級的會客室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七真一寶 然後我們還有的鋪著空地盤 1.6米塊的樓梯喔 所以呢 這個空間給人家的感覺就是非常地寬闊 好 那至於呢 女性的 這兩個女性 我們在文本中看到的具象空間是什麼 就是 羅夫 我們看就是他從家裡面出發 走到30 所以說呢 女生必須從家出發的這個意象 還蠻強烈的出現在我們的文本中喔 那至於呢 女性移工的部分 你看他們30幾個人 全部都塞在一間鐵皮加開的宿舍 然後只有一條老舊的樓梯每天要上下班 所以我們看見的是狹小的空間 而這樣具象的空間就是直接影響到了他們心靈上的空間喔 你可以發現呢 男性的心靈空間在這兩個文本中 我們看見是絕對的自由 那他們能夠自由是因為他們好像站在一個權力的制高點上 好 那至於呢 女性我們在這兩個文本中看見了他們的空間 好像雖然說 呃 女性移工好像在移動 可是這個移動是被迫的 他被迫竹水草而居的感覺喔 所以說呢 不管是羅夫被僵化在戲別角色中 還是女性的移工 只能因為經濟的因素被禁錄而不斷的流浪 我們都只看見了限制禁錄這樣的一個內心的世界喔 所以這樣的一個空間的是對比我覺得還蠻明顯的 看見我們要談的一個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呢 就會是我們要談的社會標籤喔 那兩個文本其實有一些標籤相似 但也有一些標籤不同 那我大概整理了一下喔 木少昌的標籤當然第一個就是男主女杯的社會科法標籤 那第二個呢 是物化女性 好像女生可以隨便調戲也不會準這樣喔 物化女性 你要不要跟我回去啊 我再以前啊 之類的這種調戲的方式 就是好像是很理所當然的 那另外我剛剛有提醒到喔 就是從我們在談空間的時候 看到羅夫會從家出發這件事情喔 還是看見了古代那種 所謂女主內的這種夫的標籤喔 好 那一點都沒看到樓梯呢 裡面有四個 我們在文本中看見的標籤喔 第一個其實是 其實這四年學生都很容易犯的脈 就是他會覺得東南亞的人就是窮人低學禮 這個甚至影響到我們對新二代的課法印象 有一些 有一些來台的移工其實是 讀過大學是讀過研究所的 那這是我們會有這樣的課法印象喔 好第二個是移工就是我的全職庸人喔 所以他下班之後呢 我還可以控制他 在文本中老闆就這樣嘛 我說你不能出去 因為你下班還是屬於我 好第三個是移工是我的商品 所以呢當我今天工作比較輕丟的時候 我就想要把你這個轉介給別的工廠去工作 是一個商品的移動 最後一個是我們在這個男性戶主的評論中看見 他覺得女性移工推長了 下班後總是愛一晚 愛約會喔 應該好好認真賺錢才對喔 那好像就是年輕的女性移工這種約會啊 談戀愛啊 好像就是一個不檢點的行為喔 這都是完全的刻法印象存在喔 在文本裡面可以跟學生去做討論的喔 那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 把這些刻法印象普遍出來之後呢 就會希望學生去做一些反思 然後並且整理成他自己的想法喔 那我在這堂課程選擇的這個成果 如果學生成果的話是以ThinLink這個科技工具 來做空間的在線喔 那 今天跟老師報告一下 為什麼要選這個 好像大家不太熟悉的一個工具喔 這個是我從電腦老師那邊問到的一個 我覺得蠻新的工具 然後問到之後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就立刻來使用了 那我真的覺得蠻好用的 因為我選就可能是這個使用的 使用這個工具喔 那我們一般的連報告呢 都是用簡報不論的 那這個蠻簡單的 學生也會使用 不過缺點就是他有一些東西會被局限 那ThinLink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個他是一個充滿空間感的科技工具 所以他蠻適合我今天想要談空間這個議題的 那他的一個做法是他必須選一個主故事的地圖 而這個主故事的地圖可以是一個精彩的照片 或者是360度的環境都可以喔 所以通常我們設計出來呢 是會讓觀眾有一個空間感的 第二個呢他上面會有多遠的圖標 而這些圖標可以牽入各式各樣的東西 包含文字兌換然後影音作品 網頁連結書籍或者是互動表達 他就很像是一個線上的側展 然後我們觀眾點進去之後 就能夠在線上看到你互的展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的多元性 可以讓學生在表達他思辨上的刺激 他沒有不一樣的思考 那最後就是因為我是國文老師吧 電腦沒有很好 所以這種呢是一定要很容易 一定要好取的 那一開始我是用電腦 讓學生在電腦操作 後來呢我發現他其實有APP 所以說呢其實用APP的方式 學生用得更快 大概二三十分鐘就把事情都搞好了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學生對於手機的使用 是比我們能力更好的 所以他有APP跟電腦版 然後又有教育版 所以其實還蠻適合老師做設計 教學活動使用的 好 那我就來舉一下 我的學生的成品 讓老師們看一下 什麼是SIMLINK 那我先解了一下 我這個是電腦版 他的版面就是這樣 那手機版的話 我把我的pad 就是在最旁邊 那一個就是屬於這個APP 好 那我就列了三組學生的作品 那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那我連結有附在我的這個論文裡面 那老師們可以點開 就可以看見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截圖的學生的作品 來做討論 好 嗯 基本上SIMLINK 會分成四種 四種的面向可以看 第一個是他會有一個故事主地圖 那像我有一個學生 他選的這個就是 移工攝影展的手獎的作品 他做為主地圖 然後他畫了一個 古代的羅夫 去跟他做對話 那我覺得這樣就是蠻有趣的 好 那就是他用的是 2022年移工攝影展手獎的地圖 活著是為了什麼 那上面是一個彩虹 好 那另外呢 會有一個對話 比如說這個學生 他就是用雇主跟這個移工的對話 然後雇主去罵他說 你快去工作 我不要這麼愛玩 這是課本的東西 好 那可以呈現的學生 他想要呈現的 雇主對移工的刻板影響 好 那至於外部資源呢 可以放上書籍的連結 YouTube的連結都有 好 那最後一個呢 是跟觀者的互動 是我覺得最酷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 剩下的徹法 所以說呢 它會有表單 所以你可以填 比如像這個 他就問說 你若是羅夫 你的感受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看到 後材就可以看到 觀看者跟你的回饋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學生呢 會有不一樣的觸犯 因為他知道他是要跟真實的人 去做對話跟互動的 好 那最後是我的教學 把資金回饋 好 那 學生有一點是 我自己也有點嚇到 因為我覺得學生的作品 是非常好的 是比我想像中 他們的科技創作更好的 然後呢 可以刺激他們多元的返回 像他們以前可能對於 做報告不會有這麼多的面向 然後也能夠針對時事去做呼應 比如學生就跟我討論到 前陣子疫情的關係 就有些大家是 歧視移工的嚴盾 就有這種發生 好 那反思的方向是 裡面還是有一些 前藏的課板標籤 是我們需要抓出來的 比如說 學生可能會覺得 移工通常都是媽媽 這可能就會是一個 課板的標籤 是需要我們思考 因為也許有年輕的移工 他們可能是為了夢想而來台灣的 好 那外來的挑戰 其實做議題性教學 最難的就是 我們要怎麼在議題跟文學性之間 找到那個平衡跟和諧 我覺得是 身為老師是需要再做思考的 好 那我的期許就是呢 我希望能夠透過單一的閱讀 讓跨域變成可能 然後有多元的理解 進而讓學生在國文這行課 是有素養的思辨 而成為一個更好的大人 那我們在國文的教學上 才能夠真正做到 所謂的完整的去做生化 讓文學的到真正的一個升華 這大概就是我的期許 好 那已經有點可惜 沒有辦法 這給各位看 但是連結都不在上面 老師們可以回家後呢 去做點擊喔 好 那我今天有幫到這裡 謝謝大家